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警 来不及了 我得先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还活着 喂 呼应了 我是东区业主 老婆 怎么了 哦 我那个手机丢了 先用这个旧的顶一阵 这个还好使吗 我帮你看看 要是不好使的话 我明天带你去买个新的 没问题 就用这个吧 走 身边去 老婆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什么 姐 快来吃面 姐夫煮的面可香了 药已经下好了 只要她吃一口 立刻就晕 Irish 要不要一起吃 我不饿 姐你快吃吧 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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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开门 姐 你快吃 姐夫去就可以了 汪先生你好 刚才有路过的业主说 你家找我冒烟了 可能有人看错了吧 我们家没事 没事就好 那我先走了 我也去看一下 姐 没事就好 老公 怎么了 麦总 你 你不是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对了 小夕 告诉公司的同事们 我回来了 让他们不要担心 怎么会 差一点就能送他去见麦元智了 你觉不觉得 麦令景今天有点奇怪 什么 你有没有感觉 他好像能听见吗 老公 为什么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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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刚才好像做了个噩梦 可能是太累了 可能是 小心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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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睡会儿 我去上班了 小薰 小薰 嗯 好 是 她醒了吗 醒了 她耳朵你确认了吗 我已经开始在测试她了 你之前不是找好杀手吗 让她再杀一点 我进去会联系她 老公 老婆 公司的董事们都打电话问候你呢 你近期要不要去一趟公司 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好呀 那我先去做个美容 再去找你们 好啊 周南 周南 你那天在沐原碰到我的时候 真的只是昏迷过去了 对啊 就是躺在那儿 怎么喊也喊不起了 那有没有什么异常 比如说 附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可疑的人 比如说苏熙和汪实名 他们有没有在附近 没看到 当时就你一个人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汪实名又欺负你了 没有 靳靳 麦叔是我恩人 可惜他去世的早 我没机会保恩 你是他唯一的女儿 所以只要有需要到我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周南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帮我调查苏熙和汪实名 我怀疑他们有问题 没问题 你也知道我在国外 是做什么的 我说的问题 不只是出轨 我怀疑他们要杀我 现在报警会打草惊事 我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尤其是我们的新品牌 销售额涨幅高达百分之二十四 但是跟上个季度相比起来 我们的 不好意思张经理 打断一下 为什么PPT上没有文字 时间太紧 没来得及做 他们最近时间比较紧 也比较忙 所以忘记了你要来公司开会 真是不好意思各位 麦总是残疾人 所以经常给各位增加工作量 浪费各位时间 各位多多担待 麦总 我刚刚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要不让他现在去改 把文字板加上 你差不多得了 别浪费时间 继续 至于下个季度的规划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继续说 听说他刚刚还去开会了 是啊 什么都听不见 还非要参加 张经理说了 开会啊 就是陪他玩过家家 就是 每个月写几份奖合同给他签字 就已经够了 我说上回那事 是 你到底怎么测试的他 他刚才明明对铃声有反应的 我也在怀疑他 今天早上我故意没关水龙头 但他没反应 也许这是巧合吧 如果他的耳朵真的能听见 那我们不就全完了 必须尽快动手 不行 最近物业也加强安保了 还加装了监控 现在动手风险太大了 你别装 你根本就没想动手 好 你不做 我来 苏熙 苏熙 你去哪儿 跟你没关系 他来了 还不赶紧过去当你的专职司机 我先送他回家 然后去你家找你 汪声明我告诉你 如果他不消失 迟早有一天会把公司拿回去 到时候 为了照顾孩子 他会要求你留在家里 你就会变成一个名副骑士 没有尊严的人 够 生气了 没有的男人 我可以再等一等 不过 我必须要先确定 他的耳朵没有好转 他 他 苏熙 你干嘛 你干什么苏熙 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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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熙